大批枪支刀屑、毒品等番、工具、摆满枕桌 都是警方查扣的不法物证 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高检署检察长邢泰昭 政务委员罗炳成、法务部长蔡清祥 在警政署长陈嘉青的陪同下 到刑事局视察扫黑速毒成果 毒品破后制造持有换售毒品 所有毒品原料机械跟成品半正品的破后 真的避免流入市面保护了多少的家庭 多少的人民、多少的青年、多少的学生、多少的孩子 5月至今全国警方共查获地方桥头等帮派组织 40件、290人、查扣枪支11把 各类毒品45公斤 以及黑帮暴力讨债、诈欺、走私贩毒等24件 成果封锁 这个不良长文我是在新北市淡水三支地区活跃的一个组织 是以诈骗那一个社局诈赌为手段 邀请不知名的被害人加入赌局 然后迅速累积巨额的赌债 查获的协犯当中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他们在北海会里面是准备有接班的态势 这一次的打击对于这一个组织有产生一定的核制效果 压制其器人造成相当的一个打击力量 行政院长苏贞昌除了肯定各检察署、警察机关 长期对治安投入的努力与付出 也表示政府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类犯罪绝不宽待 秉持犯罪零容忍的立场及决心 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记者综合报道